穆平 本台中的第一个 林一阳呢是一个台球天才 因为一些年少轻狂的时候犯下的一些错误 不得不退出了台球这个行业 让自己飘着 但最终通过跟英国的相遇 和一些故人的相遇 最终又回到了他热爱台球的视野 然后他这个人性格呢 是一个比较孤傲 然后比较雷厉风情的一个性格 因为因为我的一些 主动和雷厉风情的性格 他还撩很甜 没有东西 在他表达自己的喜欢和感情的时候 也都是就是非常非常周到的 然后又非常为对方着想 为自己着想 就是他整个人就是一个 纠集安排王 就他能把所有事都安排得特别好 把自己的事安排得特别好 把别人的事 把自己爱人的事都安排得特别好 就是他的每次告白都特别动人 有特别突然特别有技巧的 也有特别真诚特别普世的 我觉得都每次都能打动人 其实现在当代年轻人 有所沟通的 就是在两个人真的在一块之前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 就是互相了解的过程 我搞不好都是在手机上 然后他其实这个方式嘛 他们俩在那个洗衣房 用手机在那眉目传行 然后 然后你一样也是第一次 就是在手机里 但是当真面容手机去表白 我觉得那方式很特别 看得出来 但是我想追你嘛 而且说他的话就挺撩人的 我最终是容易 定 我其实个人最喜欢的是门里门外的戏 就是在口里门里的戏 我觉得那些事让我每次 两个人隔着门在那 不管是通过手机拍消息 还是隔着门说话 我觉得那些事让我最喜欢 我就能够感受到我的手机 在门口 我觉得那是最 就是暧昧期的那些拉扯 包括这两个人 都是小心翼翼的 在一点点接近对方 我觉得那过程是最让我 甜蜜的部分 英国有点 虽然说并没有生理词别 我在呢 我在呢 其实是英国 把林洋从自己的自己 那个虚假世界里面 那个小深渊里面 小低估里面给拉了出来 其实真正这样子感情 也让我很感动 就很温暖 让两个人感情很甜 她是一见钟情的嘛 越是一见钟情 第一长得漂亮 第二觉得她可爱 然后越发现她是一个 很巧 有这个台球拳手 然后第二天加上微信之后 看到她的朋友圈就觉得 哇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 命运一般的相遇 什么时候觉得就是她的话 应该是在赛场上 因果奔向林洋内科吧 起来 今年尾油 我想把这场比赛送给你 你觉得那一刻 应该就直接认定了吧 确实整个林洋 整个人都被点燃了 很不一样 就是是英国让林洋 重新就是找到了 重新又尝到了 对台球这项目的热爱 其实林洋心中一直都 那把火都没有熄灭 就没有说 就说我真的不爱台球了 只她还在微弱地闪动着 是英国浇了一把油 让她的台球之火 重新燃烂起来 林洋在英国之前似乎是 就是没什么爱情观的 因为她好像就没什么爱情 这方面的经历 但我觉得林洋的爱情观的话 就是 因为她吃过苦 所以她希望能把自己 最好的一部分 然后能给 也希望就能 把所有的甜都留给英国 是太大情了 就是她希望对方幸福 那其余难做的事情 可以林洋来做 就是一直在 请英国吃饭吧 是解决前了吗 试试试 为了能约会 为了能见到英国 为了能跟她谈恋爱 就是其实压缩了自己很多时间 经常不睡觉 其实这也是不可取的 身体最重要 但是谈恋爱 我觉得其实他们俩有很酷的 有一点就是 这两个人从来没有说 我为了你 我就不打比赛了 没有 两个人都是说 我们俩要变得一起很好 我们俩的世界积分排名 要越来越高 我们俩要一起做冠军